1月24号网友披露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发现一例确诊病例 当局派出防疫人员严控人员出入 葡萄区的这个病例没有出现在上海卫健委25号的通报里 当天官方的通报说 24号0点到24点上海仅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 在黄埔区的昭通小区 另有两例是境外输入 黄埔区位于上海市中心 1月24号黄埔区的贵西小区又被称为中风险区 封闭区域东至贵州路 南至北京东路 西至西藏中路 北至厦门路 小区东侧贵州路段 永平里通道口的视频显示 居民被禁止外出 黄埔区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24号说 这是由于23号发现一可疑病例与贵西小区相关 但是微博实名认证律师披露 贵西小区其实就是厦门路243弄 是之前确诊的病例二或三的住所 新闻说是可疑病例 实际现在已经确诊 黄埔区的昭通路居民区 中福市福会大酒店 之前已被列为中风险区 复旦大学副所肿瘤医院 人际医院闭环管理 连最繁华的南京路步行街也没有行人 网友发视频表示 摩都也安静了 此外虽然官方没有通报 虹口区也疑似出现病例 微博实名认证的艺人24号发帖表示 昨天我也问过认识某家医院医生 虹口区是一定有的 瞒报我想没有这个胆子 因为四天会议 可是晚报只会让疫情后续发展 更加没办法控制 他提到的四天会议 指的应该是今年上海市的两会 人大会议1月24号召开 27号闭幕 政协会议则是从1月23号开到26号 会期都是四天 另外有上海市民爆料说 虹口区的大博树干修所的密切接触者 被确诊阳性 干修所封闭管理只进不出 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而这名阳性病例 是在上海同济军西大酒店工作 市委主管 而同济军西大酒店位于阳浦区 虽然当局没有通报阳浦区有确诊病例 但21号就有人在微博爆料 同济军西大酒店上午就被封了 已经有医护人员开始消杀 酒店员工25号证实了这个消息 上海市民郝女士表示 虽然很多地区已经处于半封闭状态 但是官方通报 轻描淡写 很多人还是不警觉 应该实际上现在是很厉害的 大分地状态的话 有很多人都还是大意 都没有警觉 他这个官方报道都不警觉 他一波过期 他这个消息都封锁 我们都知道 就看他这个情况 以前武汉的时候测体温 然后过了以后就不测了 然后现在又测了 超市力啊什么 又两体温了 两体温有什么用呢 都是那些无症状的 微博实名认证的艺人也表示 上海疫情在控制中 这话上海人都不敢说 这次疫情是市中心如何控制 他还表示 这些老城区都没有单独卫生间厨房 防疫实际很困难 新唐人电视长春洛雅采访报道